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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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蘇盛 老子 蘇盛 一馬 一蘇 一步步走跟著我們 一起探索主動笑著 聆聽著 感受著 讓我們用一張照片 找回小鎮裡的回憶 放慢腳步 記錄影機 讓心靈更靠近土地的脈動 還記得嗎 不想的樣子嗎 還記得嗎 不想的樣子嗎 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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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嗎 不想的樣子嗎 不知道台下來自四面八方的各位 是否和我一樣有相同的經理 曾經你最愛遠眺的山脈 和蔚藍無暇的天空 突然一個瞬間 就被新建的高樓大廈 敲擊的支離破碎 曾經在你放學路上 最愛造訪的水煎包店 默然回首 卻已消失不見 而又或者 在你童年時 最愛和家人 一同造訪的大賣場 轉眼間 卻已關門斜夜 家鄉的容貌 一直不斷地在改變 而我們 卻無法將時光凍結 但我們 可以透過美的方式 來寄為家鄉變動的每一刻 記錄留念 大家好 我是竹部東行創刊號主編 劉文秀 今天我來到這裡 想與大家一同分享 竹東的美 以及我的團隊們 青少年在地方 帶來了哪些改變和影響 這故事要說到十年前 2014年春天 我是一個高三生 就在某天放學的午後 我接到了一通陌生電話 電話那頭來自我的母校老師 竹東國中的美術老師彭亞方 接到電話時我很意外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跟老師聯絡了 但在電話那頭 老師希望我 能夠以竹女校刊社 主編的經驗帶回來 與學弟妹們分享 我就好奇 難道竹東國中編校刊 要找我回去嗎 但就在那天回到學校的時候 整座校園是一片的漆黑 我走進了一間 唯獨一個辦公室的燈亮起 我走進了這間辦公室 看見辦公室裡面堆滿了 來自各個縣市的地方刊物 對那時候的我來說非常的驚訝 我不知道每一個地方 都有屬於他們的雜誌 亞方老師告訴我 竹東也需要一本屬於我們自己的刊物 於是在2014年秋天 我帶著國中的學弟妹們 編輯了第一本在地刊物 竹布東行 竹布東行它是一本在地刊物 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地方團隊 在這本刊物裡面 記錄了竹東的每一個角落 還有人文故事 刊物從2014年一直到現在 一年發行一期 一共發行了十期 這個團隊有別於一般的地方團隊 因為組成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國中生 是一個以青少年為主體的團隊 在這個團隊裡面 國中的學生畢業以後 也會以學長姐的方式回來 帶領學弟妹們編輯刊物 所以我們的成員裡面 可能有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 又或者是社會人士 所以是一個跨學校 跨年齡層 跟跨地獄的地方團隊 而我與最小的學妹、學弟 已經相差了12歲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要做 推動這個地方呢? 因為實在是看到了 地方有太多的消失 與被遺忘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透過行動與實踐 讓地方被看見、被聽見 舉例來說 這道圍牆原本是充滿 布雅文字與烏黑昂字的圍牆 於是我們帶領著國中的學生 一同為這道圍牆穿上新衣 又或者是我們舉辦 竹東藝術祭 帶領在地的居民們 以手作建築物的方式 來認識竹東的地景 又或者為竹東寫一首歌 十年了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 為什麼我們仍然聚在一起 儘管我們到外地求學 或者是有自己的工作 怎麼還會在這裡呢? 我的觀察是 因為典火者、同儕典範 與共同目標 讓我們相聚在竹東 因為雅芳老師作為典火者 凝聚了所有的學生們 正因為學長姐每年都以典範的方式 回來帶領學弟妹 學弟妹就會希望能夠 以學長姐為榜樣 未來當他們從國中畢業的時候 也會回到這裡 帶領學弟妹們編輯刊物 像這樣子的方式 讓我們不斷地永續傳承 最重要的是 我們都把竹東當作我們的家 我一直好奇的是 大家怎麼會想要聚在這裡 剛剛那是我的觀察 那學弟妹們又是怎麼看待的呢? 為什麼她想要編輯在地刊物 又為什麼她願意回來 儘管她有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有自己的學業要兼顧 於是在來TED的演講之前 我訪問了一些我的夥伴們 莊森燕如今是一位公關 她與我分享 一開始在竹東的時候 她覺得還好沒有什麼感受 但一離開竹東的時候 感受就蠻強烈的 當她在外地求學時的朋友 問到竹東的時候 她會因為在地刊物 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也因此這些故事的養分 也成為她日後在公關工作上時的養分和靈感 張應偉是一位設計師 她與我分享 其實每年回來帶領學弟妹 編輯在地刊物的時候 她都很意外 國中生原來是這麼看待竹東的 但她回想過去她在加入竹東以前 她其實對於竹東的印象也沒有太好 不過正因為在地書寫 讓她對於家鄉有更新的認識 她會想更深入去了解一個地方 發現一個認知以外的事情 也因此她會覺得自己的家鄉 更有趣更迷人 而現在她希望能夠將這樣子的 有趣和迷人的經驗和家鄉的觀察 分享給學弟妹 蕭鴻華現在是一名電影創作系的大學生 她與我分享 她會想要加入竹不東行 是因為她一直覺得 國中生的能力好像很有限 因為沒有公民權 沒有投票權 所以能夠如何參與地方呢 那就是寫刊物 透過刊物來為地方發聲 讓更多人知道竹東所面臨的議題 也因為這樣子的經驗 讓她在大學時選擇以電影創作系為她的第一志願 因為她希望未來可以為竹東拍一部紀錄片 青少年在社區內所形成的勞動 正是透過在地書寫 來與地方不斷的對話 每當你去訪問在地居民 採訪他們或者是街頭觀察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家鄉與你理解的並不一樣 而你會重新理解社區與自我的關係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 我們團隊裡面也有人不是竹東人 但他卻待在這裡許多年 敏君是一個橫山人 他現在是一個設計系的學生 他與我分享 儘管他是橫山人 但他會因為竹不東行 開始習慣主動去尋找每個地方有趣的事情 想了解每個城市的歷史和故事 也因此他離開了家鄉 到外地求學時他依然有這樣的習慣 因此在他大學畢業設計展覽的時候 他決定以台灣的飲食文化為主題 將台灣的宗教文化習俗設計成杯身和杯套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與外國人分享台灣的飲食文化 周舒菲現在是一個建築系畢業生 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準備前往法國讀書 他告訴我 在離開台灣前往法國以前 他有一件只有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想完成 他與我分享 其實離開家鄉到淡水讀書時 這裡的一切開始變得有些陌生和新奇 而且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他覺得別人問到他家鄉的事情時 他覺得自己與外地人沒有什麼不同 因此他在離開台灣前往法國以前 想要完成只有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那就是將主動中心合作為主題 完成他的畢業展覽 青少年在社區外所形成的系流就是 即使他們離開家鄉不會回到家鄉 但是他們會將這個地方的經驗支撐轉化與實踐 接下來我想要分享的是 青少年並不會為地方帶來立即性的改變 你不會在瞬間看到這個變化 然而這是耕著且永續的連結 在我訪問蘇菲時 我遇到了另一位社區民眾 他並不是我們團隊的人 但他告訴我 其實在他高中畢業的時候 他一直很想要離開竹東 因為他覺得竹東並沒有太多的發展 他家鄉的產業即將是夕陽產業要被拆除 然而正當他準備 然而在他大學的時候接觸到社會系的課程 回到竹東 母校來遇到亞方老師的時候 他看見了竹東東的攝影機 紀錄了他家產業被拆除的歷程 他突然內心有一個悸動 他很感動竹東東 紀錄過五連社這麼精華的一個轉捏點 也讓他決定回家 回鄉 將他在外地所習得的知識 帶回來做改變 他覺得 面對大四地畢業在即未來的不確定性 突然內心有種踏實的感覺 青少年如何影響青少年 從王先生的案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青少年在地方就如同散布小小的種子 會種下地方的溫度 種下與地方的連結 十年了 我從沒有想過十年前 當時接起彭亞方老師的電話時 我會一路與竹部東行走到現在 而現在我仍然在這裡 只是不同的是我不再是一位青少年 不同的是我的身份 我在竹科時中雙語部教書 我的孩子來自世界各地 然而不變的是我對於土地的熱情與感動 我將我對土地的熱情以不同的角色和模式 轉話分享給我來自日本 韓國 印度 台灣還有美國的孩子們 你呢 不知道你對於你的家鄉 你出生的地方 又或者是對於台灣 或者是對於任何一個 與你有記憶連結的地方 有什麼樣的期待 熱情和感動 身為青少年的你們 很可能就是地方的下一個點火者 而現在我要將這把青少年在地方的棒子交給我 那相差十歲仍然是青少年的學妹 這把青少年是青少男 пар浴 一棵樹柱裡 不怕風雨的角質 寧靜的空氣 唱歌的小道 不怕有人來打擾 我們聚在一起 聽著紀錄的故事 一起唱歌吧 晚起我們笑著 我們聚在一起 感受陽光的照耀 一起唱歌吧 喚起我們笑著 我們聚在一起 感受陽光的照耀 一起唱歌吧 喚起我們笑著 唱歌吧 喚起我們笑著